Hello 2022年 我们还要面对疫情 我们还要面对多久呢 我试下聊一下我的想法 OK啊 大家好 今天是3月13号 现在在万宁 我找到了一个非常惬意的角落 是吧 这个镜头里 又有咖啡桌 又有棕榈树 又有蔚蓝的海水和海浪 OK 最近呢 因为疫情又比较严重 前段时间在三亚的 在后海 后海那边也是半封锁的一个状态 现在打开了 打开了之后 我很多朋友回上海了 回上海 发现上海其实也挺严重的 现在 我没有特意去查 大概浏览一下 我至少知道西安吉林 还有上海 还有杭州 都有点 都出了不少 对吧 上海挺严重的 吉林那个也挺严重的 然后我昨天有两个朋友 他们就是早上出来上班吧 一个是在青浦的 青浦具体位置我忘了 另外一个是在松江的 本来像这么远的地方 像上海出一些疫情 都没 都是在市区左右吧 就是 或者说浦东有一些地方 靠近机场的 然后好像比较少 那个松江呀那边 好青浦那边比较严重 但是我那两个朋友 一个青浦一个松江的 早上出来上班之后 就回不去了 小区封闭了 哈哈哈 然后这是我的吗 OK OK 谢谢 啊 我点了一个热美式啊 你32块钱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Gloom 这个bar叫Gloom 就是你如果来日月湾 万里这边日月湾的话 就是这个店Gloom 还有旁边有个tempo 就是说会有很多人 会喜欢来 景色比较好 然后店也比较大 也算是一个打卡的点吧 OK啊 然后我有朋友 上海的朋友都 因为我们的音乐群里 本来都是有很多演出的 现在发现很多演出都取消了 然后一些娱乐场所 也就关掉了嘛 暂时关掉 然后很多 很多搞音乐的 现在都在家歇上了 然后我那个 我那两个朋友 一个清朴的嘛 清朴的那个 现在就住在办公室吧 别的地方也不能去 就封闭在办公室里 然后还有三菱的朋友 三菱的朋友 住在三菱的朋友 也是发现自己隔壁家邻居 已经被天上风调了 这种啊 上海也是挺麻烦的 然后其实好像一个月之前 还是多少时间 其实上海就 上海是当时是有高校嘛 具体我忘了是哪个学校吧 印象里 印象里好像是 北边的一点的地方吧 好像是吧 我有可能记错 就是 学校里有疫情 然后学生都着急往外跑 还报一些视频什么的 那后来就好像 好像没引起没引起什么东西 但其实这个疫情没有断 所以说大概可能隔了一个多月之后 现在大面积爆发 然后上海的疫情 虽然上海疫情比较严重 但是如果说你 你没有在一个月之前离开上海 你现在已经被困在上海的话 倒也不建议你那个再离开上海 而且上海虽然说 是有官方有公布过 就是也打过那个保票 不强制封锁封城 但是目前也是 目前的政策就是非必要 不建议离户 不建议离开上海 它还是有一定收紧的 而且我也觉得你 上海算在全国来讲 很多措施都比较详细 也相对人道一点 相对更科学一点 相对啊 相对更好一点 你现在跑到别的地方 那别的地方会因为 你是不是啊 你来自上海 怎么怎么样 拒收啊 或者是什么呀 要强制隔离啊 其实反而更麻烦 现在老老实实在上海 待着就待着吧 稍微还好一点啊 因为全国数一数二的 这城市 对不对 它还是有很多办法 来解决一些问题的 吃喝呀 拉撒呀 什么 OK 然后 开年吧 开年马上又来了 这样很凶的一波疫情 接下来真的不知道 还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城市 有比较严重 你看比如我现在在万宁这个地方 万宁本来这边应该是没有抱有 没有抱有疫情的 但是就比如我后面 我身后面这条街道 它其实有一条街道的 我在这个镜头里看不到 它其实下面 对 对 它有一条马路的 然后 本来这条马路 就是 是 是不封闭的 门口也没有排查点 但是因为斯坦亚之前出了疫情了嘛 虽然这边离了七八十公里 但是 所以现在也是 那个 前面也设了一个检查点 而且也有核酸检测 就是 都是还有一些变化 那么然后 我做个视频 我得讲一下 我所了解到的信息 我觉得可信的 然后说一下 跟大家参考 其实用可信的嘛 也不太确定 因为这个东西你全当 你全当听个 你全当听个小说吧 听个故事吧 如果你还得看到这里了 就是病毒的一个走向吧 是吧 因为我关注了很多信息 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南都郑伯健 其实说的还是 我觉得值得去听一下 而且我也觉得 因为郑伯健 他是风水学大师 然后他是预测性 来讲这个东西 对不对 那么这个东西 那么 我来说一说 大家就只是说 听一下 知道有没有说法就行了 对吧 我只是转述一下 他的观点 我觉得 还值得听一下 那么 也和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有吻合的地方 就是这个病毒 因为变异了好多代 它其实是越来越弱的 这个病毒 它本身虽然是个肺炎病毒 但其实到Omicron这一代 其实 可能是经常是只在气管 发生反应 它都不在肺里 去引起反应 反正症状比较轻 在这个情况下 你就算得了 我觉得你也可以调整心态 你全切当成 上帝给了你一次免疫的机会 因为现在是轻症 轻症的话 你得了一次 至少你有一定的免疫能力 而且它传染力度这么大 按照郑伯健的说法也是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好事 因为用轻症的这样的一个代价 让多数人去得一遍的话 那么它其实 离最终的群体免疫 也尽了一点 不建议大家不戴口罩 主动去得病 但是如果说这个结果扩大了 至少这是好的一面 这是好的一面 然后 按照风水学的预测 下半年会明显转弱 这个病毒 到年底 到明年开春的时候 病毒不会完全消亡 不会完全消亡 它有可能更弱一点 或者说就尽量更多的人得了 也可能到那时候 更多的人也打了疫苗了 包括疫苗的作用 包括 包括有很多人得过 那会达到一种 差不多 大家都免疫了 获得免疫的一种状态 然后 应该 世界各国的这些旅行精灵 基本上都撤销的差不多 有可能就会恢复到跟2019年的状态 差不多 病毒发生之前的那个状态 差不多了 所以说 这种 自由的这种跨国旅行 或者说出行 这些需要 可能到明年的时候 应该就会 很多顾虑 基本上就快没有了 差不多没有了 所以这个是郑国健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有 有很强的一个道理 而且 他的一个举例 他举了很多 一些灾祸 他一般都持续不过三年 比如西班牙大流感 比如说英国 阿富汗战争 都是持续三年 那么病毒呢 今年这也是第三个年 然后 他也应该快差不多了 应该快 退出阻决的 这样一种 一种状态了 那么就我觉得 我们还可以期待一下 或者先忍耐一下 十个月左右的时间吧 或者说十一个月 左右的时间 十二月左右的时间吧 这一段时间 大家也不用特别的害怕 一旦得了的话 就是因为轻症吧 对 如果是因为 如果是因为你 特别想避免这个症状 然后避免得到这个病毒 然后导致的 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体采用的一些策略 导致的一些额外的给人添加的一些麻烦 一些被动的负面的东西 我觉得那挺遗憾的一件事 好吧 只就说一下这个问题吧 让我们再继续再坚持再忍耐一下吧 可能最多一年哦 可能 只是个说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